有一种蔬菜,遍地都尝着,绿蔭蔭的,但是,它只是一种作物的叶子,很多人叫拿来喂猪,它就是,红树叶。 红树叶在一些地方人们很爱吃,但是在一些地方,却不知道红树叶人也可以吃。 去拿来喂猪,据美国最新一项研究表明,红树的叶子营养价值很高,甚至高过了有大不功能的人生。 抗癌蔬菜,红树叶中含有大量的多酚,可以控制和预防癌细胞扩散。 长寿蔬菜,可以排毒,红树叶中有大量的叶绿素,可以排除身体的毒素,多吃更健康。 提升免疫力蔬菜,可以提高免疫力,红树叶比普通蔬菜多出了十倍左右的抗氧化物,可以预防流感。 活内外的一些研究,发现红树叶中含有多糖,绿原酸,黄酮类化合物,蛋白质, 骷髅薄素,维生素,氨基酸,粗纤维以及铁,钙,钙,酶等矿物元素, 对预防慢性疾病,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,抑制癌细胞生长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。 分析生命干细胞,图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